第十一章 太空基站 黑色飞碟宇宙飞船化作一道流光 迅速地冲破地球大气层进入外太空 宇宙飞船的控制室中 罗锋面无表情地站在那控制台屏幕前 在他的身后侧则是站着他的奴仆强者敌范 他们二人身上的合金战衣 在控制室的光线照耀下反射出其特有光泽 他们大概要多久到 罗锋对着控制台屏幕说道 屏幕上出现的小恶魔头像 以那艘第三级宇宙飞船保持的速度 大概要八小时四十九分才能抵达地球 八小时四十九分 罗锋微笑道 那我们就赢上去 是 整艘宇宙飞船立即开始进入加速模式 虽然宇宙飞船的加速度非常惊人 可是因为飞船内部的自动引力调节系统 使得宇宙飞船中的引力 一直是保持着一个单位的地球地表引力 宇宙飞船朝太阳系之外方向飞 而诺兰山家族的前一任组长德温 和诺兰山最优秀的弟子白卡罗 他们乘坐的第三级宇宙飞船 则是朝地球飞来 二者距离迅速在缩小 第三级成流线形的斧头形状的宇宙飞船控制室中 师兄 你通知老师了 全身照在黑袍下的白卡罗冷声道 是的 祖祖知道我们抵达太阳系非常开心 德温那俊美的脸上浮现一丝笑容 祖祖还说 他会一直保持再现 在那虚拟宇宙网络上等我们的消息 嗯 白卡罗点头 滴 滴 滴 刺耳声音在控制室中响起 顿时令德温脸色微变 警告 警告 导航探测系统发现艘宇宙飞船 正在朝我们飞来 正在朝我们飞来 响亮尖利地声音回荡在控制室中 什么 德温脸色大变 宇宙飞船 白卡罗也震惊了 宇宙太过浩瀚 以宇宙飞船那种体积 在太空中如果距离太过遥远的话 就跟尘埃一般 白卡罗和德温根本无法通过肉眼 在千万公里外发现那艘直径百米的飞船 飞碟状宇宙飞船的控制室中 罗锋冷静地看着眼前的控制台屏幕 轨道炮启动 罗锋说道 明白 屏幕上的恶魔八八塔莲开始启动 顿时整个宇宙飞船船体的正前方上侧 飞船表面有着一层能量罩 而在能量罩下 那合金构成的船体表面自动凹陷露出一条银灰色 足有六米粗的正名的炮管 炮管缓缓朝前方伸出 直接伸出了船体能量光照之外 都 炮管管管口产生细微变化 在管口深处隐隐有着一丝光 且周围空间隐隐扭曲似的 能量启动 倒计时 六十五十九五十八五十七十九八七三二一 启动完毕 声音从控制台中发出回荡在控制室中 八八塔抓住机会一举轰掉它 罗锋下令 哈哈 交给我吧 屏幕上的小恶魔得以非常 鬼道炮 这是罗锋为诺兰山家族人马准备的礼物之一 因为事先早早探测知晓 是一艘第三级宇宙飞船 所以 这两年来 罗锋花费一笔巨额数字的财富 2600一宇宙币 购买到了一尊第五级的轨道炮 第五级轨道炮 因为只要达到C级的科技武器 就属于限制级了 一般渠道很难购买到 并且科技类武器 价格还会非常的夸张 虽然通过即将到来的拍卖会 购买这种科技武器 价格可能低点 可罗锋等不及了 所以 他透过很有背景的超级公司奇物斋 花费2600一宇宙币 买了这么一尊第五级轨道炮 一个星系 比如银河系 卖价能达到2600一宇宙币 就不错了 由此可见 罗锋耗费金钱之多 这还是罗锋曾经在奇物斋进行过巨额消费 这才令奇物斋愿意帮罗锋搞到这一尊第五级轨道炮 若非之前的巨额消费 这奇物斋根本不会帮罗锋弄这种限制级武器 这巨额消费 就是罗锋为修炼本尊天地购买的那些无比珍贵的材料 为了购买那些材料 耗费的金钱可比购买第五级轨道炮多得多 许多金角巨兽到死 本尊天地仅仅修炼到第一层 可见修炼着本尊天地代价至高昂 金角巨兽一般都是戒主巅峰且有一个分身 所以罗锋能够通过人类世界购买那些材料 这金角巨兽当然懂得弄出人类分身 然后在人类社会去购买金属 以其戒主竖风 实力财富何等惊人 可一般也就仅仅修炼成第一层 本尊天地修炼是让金角巨兽身体得以缩小 筋骨密度肌肉密度等等急剧增加 令其实力得到飙升 一般越是幼兽 修炼反而略容易点 就跟人类小孩柔韧性容易锻炼一个道理 越是强大的肉体 想要缩小难度越大 所以宇宙级的金角巨兽修炼起来 其实门槛要低一点 可就算这样 要完全修炼成第一层所需要的大量珍贵材料 罗锋依旧还欠缺两种 这些财经真的很昂贵 且无比欺赏 罗锋在奇物斋 为购买这些珍贵材料的巨额消费 消费太多了 所以奇物斋当然无比重视这么一个超级大客户 所以才愿意帮忙弄到那么一尊第五级轨道炮 轨道炮 发射 控制室中回响起巴巴塔兴奋的吼声 星空中 那艘第三级宇宙飞船 已经发觉黑色飞碟宇宙飞船不断地逼近 是一艘C9级宇宙飞船 德温眉头微皱 能甩脱吗 主人 我们是飞向地球 它从地球方向飞来 不管我们怎么改变方向 它们也能轻易地逼近我们 我们无法甩脱它们 控制室屏幕上传来智能光脑的声音 而且我们要改变速度 也是需要大量时间 一艘宇宙飞船虽然能够达到光速 可那时经过长时间不断加速 才最终达到光速这个元宇宙中极限速度 而要测向加速或者减速等等 是不可能瞬间加速太快 这就令对方很容易逼近 如果我们不去地球 就可以甩掉它 智能光脑说道 别管那艘飞船 白卡罗冷声道 一艘C9级宇宙飞船影响不到我们 这艘飞船应该是那罗峰麾下的 德温骤眉道 现在恐怕它们已经知道我们到来了 足足是命令我们悄然得到机械足飞船的 既然已经发现就没必要隐藏了 白卡罗冷漠道继续朝地球前进 白卡罗 德温二人刚刚争执结束才几秒钟 哄 一道肉眼难以察觉的轨道炮冲击波 在星空中留下一丝空间波纹 便以光速瞬间击中这艘第三级宇宙飞船 在毫无防备之下 在这光速的轨道炮下 这艘第三级宇宙飞船的导航探测系统信号传输 也仅仅是光速 第三级宇宙飞船 在接受到探测信号的同一瞬间 轨道炮轰击就轰在宇宙飞船上 扑 这艘流线型的巨型斧头外形的宇宙飞船 瞬间从侧部被撕裂出一个大的洞口 横穿整个宇宙飞船的腹部 并且从另外一面侧下方穿透而出 这令还保持高速飞行的宇宙飞船 瞬间整个断裂开来 大量合金残骸朝四面八方迸射开去 令太阳系的这片星空中多出很多宇宙垃圾 那包含控制式的一节飞船残骸中 迅速飞出两道人影 悬浮在太空中 正是德温和白卡罗 怎么可能 德温眼睛瞪得滚圆 都被炮击了 还有什么不可能 黑袍中的白卡罗怒喝倒 超过第三级的光速远程武器 这 这绝对是限制级的 论价格能媲美五阶念力兵器 原力兵器 就算是借助强者 一般也舍不得浪费金钱 购买身价比不高的地级轨道炮 德温脸摇头 一脸难以置信之色 地球上 怎么会有借助都舍不得买的地级轨道炮 地级轨道炮 对借助而言 虽然能买得起 可却很少买 因为借助随手一击 威力即可超过地级轨道炮 而没借助实力 买得起地级轨道炮的 又极少极少 不可能的 德温脸上满是焦急之色 别烦这些了 没有宇宙飞船 我们要飞到地球 都要大半年 白卡罗传音冷声道 轰隆隆 远处一道流光迅速破溅 德温 敌人来了 白卡罗连传音喝道 嗯 德温抬头看去 只见一艘黑色飞碟状宇宙飞船 迅速压迫而来 可是诡异的是 这艘宇宙飞船不断减速 最后就在距离他们仅仅数百公里的位置停了下来 同时 那艘飞船的舱门自动开启 一道人影从舱门中迅速飞出 朝他们急速飞来 数百公里 对方眨眼急到 这是一个穿着黑色战衣 光头厚嘴唇 看似淳朴的男人 好快 德温大惊 轰隆 一弯银色刀光破空袭来 速度快到 仅仅宇宙级六阶的德温来不及闪躲 眼睛惊恐地瞪得滚圆 扶持 报导 诺兰山家族第二代族长德温 诺兰山陨落 银色刀光速度几乎不减 直接掠向黑袍人白卡罗